今年来上海也加大了冰雪运动场地设施建设力度 随着天气变冷 上海的季节性户外冰场也在近期陆续开放 为市民提供更多运动选择 不少商圈利用现有场所空地 推出了季节性户外冰场 这个坐落在黄浦江畔的临时冰场 占地面积近1000平米 采取嘉年华的形式 造雪机 灯光和音乐的配合 让更多人临门槛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 这是第三年了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冰上的很多群众 也是滑得越来越好 觉得滑冰还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就来玩了一下滑冰 滑上海这边机会比较少 要不然就到东北才能去滑雪 这边有滑冰过来尝试一下也挺好的 上海目前有固定冰雪场所50处 季节性户外冰场的开放 则弥补现有冰场空白区域 使冰场布局更为合理 为了助力群众冰雪运动 上海市体育局还推出了冰雪专项消费券 市民可在指定场所使用 近海市典斗的食谱 汇市民可的忧兴 能试民可的想法